各位,上次段正純和段延慶都是用本門正宗的段家劍 做著殊死的博殺 小峰站在一邊看著就想 哼,今天自己復仇的機會真是千載難逢 我常常擔心段氏的一揚子和陸墨神劍厲害 剛好段正純這個賊人有強敵滾上門 而對手剛好有本家的兄弟 段家這兩門絕技的威力到底怎樣 很快就會有分曉 段正純正是奮力接招 他漸漸覺得對手鐵掌加重 壓到他內息運行阻滯 段家的武功很講內勁 內息不暢順就是輸招落敗的先兆 現在段正純一點都不怕 事恩本來沒有想著這場比拼會僥倖獲勝 自問自己一生享福已經夠多了 今天就算是死在小鏡湖邊到直 何況還有阮聲竹在旁邊陷情默默地看著 死都做個風流鬼 他的對手段賢慶不斷加重內力在鐵棒頭上 拆到六十多招 一路段家劍法就拆完了 他見段正純已經鼻歌尖飆汗 但是呼氣還很均勻下 段賢慶這時鐵掌道的耐力已經發揮到極致 掌頭上發出切切聲響 段正純招架一劍 整個人就發了發 招架第二劍又鬍子發一發 他的部下體劍已經知道段正純支持不住了 於是國人打個眼色 手按兵器就準備一起出手相助 怎料忽然間阿子就啪啪聲笑 哈哈哈哈 好笑呀好笑呀 但你段家號稱英雄浩傑 即是現在大家爽一勇而上 以多為勝 那不是變成無恥小人嗎 這個阿子自小就送了給人家養 那個地方在很遠很遠 故此他講話就不是那麼正 眾人聽他這麼說就兇了 現在他父親也水浸眼眉 還這麼說 軟聲足就很欲謹地說 阿子呀 你知道什麼呀 你爹是大理國真男王 現在跟他動手的那是段家的叛逆 那些朋友都是大理國的臣子 隨暴討逆 是人人應有之責 軟聲足的水星很熟 武功一般化 眼見自己情郎欲凶險 又怎會不急呢 接著他就大聲叫 大家一起上 對付兇徒叛逆 還說什麼江湖規矩 阿子又說 媽 你又爽點 都不講道理 我爹如果是英雄好漢 我就認他 他如果是無恥之徒 打架要靠人家幫忙 那我認這種阿爹做什麼 這幾句話清清脆脆就傳入每個人的耳朵 泛華和巴天石 華克近地又綿綿相脆 都覺得上前相助官員是不妥 不出手又不行 段精淳為人雖然風流 對於英雄好漢這四個字的明星 就十分之愛惜 他經常自己說 英雄難過美人關 就算過不了美人關 都還是個英雄 他這時劇鬥的時候 聽見阿子這樣說 就馬上大聲叫 生死勝敗 有什麼這麼了不起 誰上來相助 就說跟我段精淳過不去 是他一開聲說話 耐力就不純 對手段賢慶 他不會乘機進逼 反而退一步 拿商鐵掌動著地 等段精淳講完傘 再鬥過 哇 段精淳一步下泛華地 暗暗心驚 眼見段賢慶固然風到閒雅 決不佔人便宜 但顯然有詞無恐 無需佔這個便宜 只見段精淳微微笑下 盡照 左袖袍一罰 長劍借著咒風便遞了出去 情人軟聲速便說 阿子 你看看阿爹的劍法幾零厲 他真的要收拾殭屍 實在是綽綽有餘 只不過他是王爺身份 其實完全可以交給暴屬 不用自己出手 阿子就說 阿爹如果收拾了他 那當然好 我就怕媽媽嘴硬骨頭軟 嘴說就說得威風 只她心就怕得震 哈哈 這幾句話就剛剛說正她媽媽的心情 遠聲速便立刻黏了個女兒一眼 在心裡說 哎呀 這個女兒真是無性的 說得出就說 做得出就做 這時只見段精淳長劍 連進三下快招 但是被段賢慶的鐵棒加力 就逼開了長劍 段正淳第四劍 金馬騰空橫飛而出 段賢慶左手鐵棒一招 逼雞報曉就點了過去 嘔聲 棒劍雙膠就立刻黏在一起 只見段賢慶喉到 嘔嘔 胡了幾下 突然間 右鐵棒一點地下 嘔嘔 整個人騰空而起 但是左手鐵棒的棒頭 照舊只在段正淳的劍尖上 傾客之間 這一個就雙腳企地 好像百年大樹那樣押立不倒 那個就全身離空 尖頭到腳 好像柳枝垂峰那樣飄蕩無定 旁觀中人都嘔嘔一聲 知道他們兩個到了這個時候 已經是比拼耐力的緊要關頭 段正淳站在地下 雙腳就借到力 本來佔了便宜 不過段賢慶居高臨下 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對方的長劍裡 也助長了耐力 過了不多久 只要那把長劍漸漸漸一路彎曲 慢慢變成弧形 只要那支撩撩的鐵棒 照舊是直不甩的 少鳳在旁邊 看到段正淳手中的長劍越來越彎曲 再彎多些 怕就會斷開兩絕 他心想 為什麼他們還不使出高深的陸墨神劍呢 他只是這樣想 看到段正淳出來吸一口氣 右手指點出去 即是一揚子的手法 可惜他的指力造藝 就不夠他大哥段正明那麼好 這時候的指力發不出三尺以外 彭劍雙膠 兩件兵器加起來有八尺那麼長 這一指當然是傷不到對手 故事他的指力並非指著段賢慶 而是射向段賢慶那支鐵棒 少媽一見就眉頭皺皺 這些人好像不懂得陸墨神劍那樣 還差過我二弟段譽那樣 這一指不過是極高明的點閱功夫 有什麼稀奇呢 但見段正淳手指點了一下 上面段賢慶那支鐵棒就晃了晃了晃 段正成那把長劍就伸直幾分 他連點三指 手中的長劍伸展了三次 慢慢慢慢就有回復原狀地休息了 他的女兒阿子又發牙痕了 媽媽你看爹又用手指又用劍 都是跟人家一枝右棒打平手 如果對方另外那支棒攻過來 難道爹又有三隻手來對付人嗎 唉,遠勝足早就看得憂心忡忡 偏偏的女兒在旁邊一邊說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剛剛想說她的 只見段賢慶右邊那支鐵棒一起 這聲音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點過來 兩支棒都用完了 段賢慶這一棒的手法和內徑 同一樣子無異 只不過以棒代指 棒又長又軟而已 段正淳一點都不避 指力和他的棒力相交 即使覺得手臂到一陣冤臂 就趕快縮上手指 準備再運耐力 弟子跟著點出 誰知眼前黑棒閃動 段賢慶的弟棒又點過來 段正淳嚇了驚 他調運耐息發得這麼教官 直接有這種意念的力就發到了 看來一揚子的躁藝比我深得多 立刻以一指還出 但他慢了一息間 個人發了一發 現在段賢慶就怕著夜長夢多 如果段正淳那幫臣子 不斷毅多生氣死仗 就算到時打贏了 都要花多點心機 當時就發發發發 連出狗棒 段正淳奮力抵擋 擋到第狗棒一聲 被人家鐵棒頭插入左邊肩膀 整個人發了一下 撲聲 右手那把長劍還被壓斷了 段賢慶喉到發出一聲 怪叫 喵 右手鐵棒就直點對方雲章 這一棒他立刻要拿段正淳命 左手鐵棒撐著地上就站好 右手鐵棒打橫一掃 震開了泛華地三把兵器 接著又藉取段正淳的雲章 軟勝叔看白晴郎就要死於非命 他亦不想做人 啊!佔了一聲就趙撲開去 就在段賢慶鐵棒來段正淳雲張三寸遠 突然發聲 段正淳整個人向旁邊飛開 段賢慶那支鐵棒插空了 自然有個大漢伸手 扯著段正淳頸後的衣服 在千鈞一發的信息之間 強硬把他扯開了 這手神功真是不可思議 段賢慶雖然武功高強 不過段賢慶自己在這個時候都做不到 對了,是誰救了段正淳呢? 原來是少豐 他一直在旁邊眼睛睛看著 突然看到段正淳就要被人鐵棒刺死 如果段正淳被人殺死 那自己的血海深仇不可親手報 在這一段日子來 他都不知許下多少心願 發了多少次誓 無論如何都非報此仇不可 看著仇人就在前面 就點到他死在人家的手中 別搞 故事他一標開就先扯開段正淳 段賢慶反應不知多激敏 未等蕭峰放下段正淳 右手鐵棒就好像狂風暴雨 遞出去一棒又一棒 全部點的都是段正淳的要害 他決心要清除這個黨 在皇位之前的障礙 至於如何對付蕭峰 就是下一步的事 蕭峰抵著段正淳就左一閃 右一臂 段賢慶連出二十七棒 始終連段正淳三腳都撒不到 他知道自己不是蕭峰的對手 好了 嘩 一聲怪叫突然間飄開幾丈 究竟是誰 為何來搞事 蕭峰還未回答 四大惡人之一的雲中殼 就告訴段賢慶 老大 他就是黑衣幫的前任幫主喬峰 你的好徒弟追魂長譚清 就是死在這個惡人手下 前一出 不知段賢慶慶心打個突 連帶領群毫都惡然 喬峰的名字響片天下 北僑峰南無勇 武林中誰不知 只是他先頭向傅思龜和段正淳通明的時候 自稱是涉丹仁蕭峰 各人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僑峰 那時候聽了雲中殼這樣說 各個心想 哦 原來是他 合意志勇 果然是名不虛傳 段賢慶上一陣聽雲中殼說過 自己的德意徒弟 譚清在罪賢莊 如何害人不成 反被喬峰殺的事 那時候聽說面前這個大漢就是殺徒弟的人 我心又生氣又有點害怕 嗯 拿出鐵棒在地上那塊石板上畫了幾個字 各下同我何壽 既殺吾逃又來壞我大事 一路聽著那些鐵棒在石板上畫到似聲響 好像在沙上寫字一樣 這十六個字每一筆都畫入石頭 這個段賢慶的福語術和上聖內功相結合 可以迷人心魂亂人神智 那有一項很厲害的邪術 但這門功夫純粹以心力克制對方 如果敵人的耐力修為勝過自己 那就反受其害 現在他既然知道譚清的死法 又看到蕭峰相救段正淳的身手 就不敢貿然以福語術來跟別人聊天 蕭峰看到他寫完字 一聲不出 走過去拿腳板底在地上刷了幾下 嘩 即時想用石板那十六個字 刷得乾乾淨淨 一個拿鐵棒在石板上寫字已經夠難了 另一個還用腳底去刷石板那些字 這些腳底功夫 比起聚麻一點耐力在棒頭上就艱難很多了 他兩個一個寫一個刷 一塊石板鋪成的胡敬小路 居然顯得好像在沙灘那樣 再說段延興見到蕭峰拆了那些字 知道他一來顯示身手 二來意思是說和自己無冤無仇 以前無以釀成的過節 如果能夠過往不救 那就兩家收手算了 段延興想死自己就不是對手 適時務者為俊傑 還是早點鬆人 無謂吃眼前這個規 於是他右手鐵棒從下而上就劃下來 然後又向上跳起來 就表示一筆勾銷的意思 除了鐵棒撐在地上 嘶聲道跳開去 凌轉身飄然而去 但是他的沙煲兄弟南海惡神 登大兩顆鬥士眼 周身打亮著蕭峰 心很不驅 我才沒有有驚 你這個雜種 他叫話口未完 突然整個人騰空而起 就飛向狐心 寵不得聲 水花四箭 掉落小鏡湖道 咦?怎麼會這樣? 原來蕭峰最討人罵他雜種 他左手這時候照舊斥了段正順 標過右手拋了南海惡神去湖道 你一下出手快到閃電 根本就不到南海惡神有一點反抗 南海惡神就住在南海 自稱惡神 水性當然是一流的 說這麼快他就游回來岸 濕淋淋地爬上來 哈!他真是一點都沒有驚 還頭惡惡地走向蕭峰前邊 側起頭眼挖挖地問 喂!你拋我落湖用的是什麼手法? 老子沒有懂這手功夫呢? 他的同黨葉二娘 離遠站開才叫著他 老三呀,快點走啦 不要在這裡出醜了 怕什麼?一下子就被人拋了落湖 連人家用什麼手法都沒有知道 真是醜死怪咯 當然要問清楚才行 阿子就一本正經地對他說 好吧,讓我告訴你 他這手功夫叫做拋歸功 哦!原來叫做拋歸功 現在我知道這手功夫的名字 以後求人教我 再用心苦練幾年 嘿嘿,那就沒有會吃虧給他了 南海惡神這樣才肯走 好呀,蕭峰見他走了 才輕輕放下斷正純落地 遠勝竹趕快過來就行禮多謝了 喬幫主呀,你先頭救了我的女兒 現在又救了她 真是不知道怎麼多謝你才好 泛華朱丹神地也過了來多謝 蕭峰很冷淡地說 我救她是出於自私 各位不用多謝 段王爺,我問你一句話 請你老老實實回答 當年你做過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 是不是? 雖然這件事未必是出於你的本心 不過你都害到一個小孩孤苦伶仃 連自己爹娘都不知道是誰 是不是? 喬,當年雁門關外蕭峰父母傷傷慘死 一想起這件事她就心痛 她不想當著眾人講得這麼明 只見段正純起初全面紅色 然後轉為慘白,倒下頭 沒錯 為了這件事 我經常悶心自問,很不安樂 可惜大錯經已駐成 無可挽回 還算幸好 今天讓我再見到一個當年沒了爹娘的小孩 不過 唉 怎麼說都是我對不起人 咦? 段正純這麼容易就認了當年做錯的那件事 她的命就冷過水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Mour 75 一種 五個